我們在座好像是國際大學老師嗎? 我們的心理就是國家文明教的稅基點 所以我們除了研究工作以外、行政服務以外 我們最重要的必須有義務 把我們的研究的成果跟我們好好分享 這是我們的義務 那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對我們所理解的這個因果確定性 哪邊是不確定的地方哪邊是可以確定的地方 提供一個可能的說明 那因為因果不確定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一個人包括學問多麼被尊重的學者 他的解釋都是所有可能解釋的其中之一 那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所能做是盡可能提供各種可能解釋 這個其實是言論自由非常重要的能力 因為你不曉得哪一種言論才是真正正確的 那個真的只有上天知道的 所以我們言論自由一定要保證所有氣息怪怪不怪 你聽起來我本以所思的邏輯都應該能夠被表達 那我們能做的就是提供這些所有可能的邏輯 我們添加一個進去 至於這些所有可能 事實上可能理論上是無限多種邏輯可能性理論觀點 裡面公眾到最後會對哪一個理論觀點會比較大的共識 這個不是學者本身都去做到的 那核安也好或者是說疫苗 食品安全 巨大的災可能巨大災變的這些問題 很難下的決定 這個唯有怎麼樣 就是其實我們台灣語句話講得很清楚 就是自己做一條 自己做一條 自己搭來 就是風險承擔者自己要可以決定 這個不是知識研究者本身能夠幫大家決定的 如果是知識研究者能夠幫大家決定 他就會回到剛剛周慧琳老師講的那個所謂的 專家政治 專家政治是這樣 就是專家提供他的知識 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能夠壓下社會反對聲音的一個政治權利 通常那是一個威權的政治力量 政治體質 那這兩個加在一起 專家的專業知識就會通過這個壓制性的國家力量 成為社會不得不接受的主流意見 其他的反對意見就會壓下來 我們所反對的就是這個東西 在我們一個風險性如此之高不確定性 因為我們的工工越來越複雜 我們所牽涉到的可能出錯的風險 越來越複雜 複雜到沒一個專家能夠去控制的時候 這種專家政治基本上 會把大家置於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 什麼危險的境地呢 就是某些專家的觀點 可能帶來不可逆的後退 真的做下去以後 他的結果可能就回不來了 比如說金融改造視頻就是一個重量 你改變這個物種 那物種再也回不來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我們願意吹了 我們願意冒這麼大的風險 或者接受新改造視頻 或者接受 以便獲取我們想要的 比如說便宜的電價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便宜 或者是獲取一個廉價 而且充沛的物質供應 那這是某一個歷史時刻 如果有一群人們他必須自己下決定 所以為什麼我說 這個必然要有公眾參與的原因 而學者也好 政府當隊也好 所能做的事情 是當公眾願意討論這些各種不同風險的時候 他們必須提供盡可能他們知道的訊息 所以他必須資訊崩開 必須多元的觀念 所以這三個東西 是民主的風險治理所必要的 互相連結的東西 只有通過這三個元素 我們的風險才會得到民眾的信任 而只有民眾的信任 你才會當風險發生的時候 你至少知道說這是你自己選擇的 這個就是一個人作為人 他的政治尊嚴跟他的社會尊嚴的所詐 那個問題非常好的 我想這個事情讓你每一個個人 每一個機構都要關心 那今天這個以一個學術的組織 叫做台灣大學 台灣大學裡面有一個風險社會 與政策應有中心 然後我們同時又是跨學校 要有成立這個台灣風險分析學會 8月27號就要在台灣這個 要在台灣按那個亞洲的風險分析的 世界的風險分析的大會裡面的 亞洲人跟風險分析的這個年會 非常盛讚 有cover很多的議題 那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講說 辦學術活動快到了很忙 然後既有的手邊有很多 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要做 學生的措施論文、博士論文要 要來要討論 就好像出來做這個事情就是額外的 那社會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的知識可以用怎麼變成是額外的 那學校要扮演什麼角色 這個日本人輔導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感觸很多 我們認為好的學校 MIT、Stanford 在第一時間裡面 學校的網頁就告訴大家說 我們以下有十來位各個專家 大家如果對這個有興趣 可以他的email、他的編輯 以學校的角度 在回應一個全球很關系的 而在以後的生態、健康、工程 學術單位應該要做這個工作 那我們希望台大這個中心開始做以後 我們台大的校方還有南部的幾個學校 應該出來做啊 我們台大也有一個叫做科學人文社會 名稱非常的大也非常大 他也可以照他的方式在做他的事情 還是說這個時候應該趕快 召開一些校內的跨領域的會議 然後為社會做點什麼 那我們的社會科學界的同仁就會問到一個 本來就沒有所謂SCI的 SCI很少的 這個I很少的 再來做這個就更的人討厭 那我們社會就說 這個就是一個平行線 那知識是沒辦法貢獻的 那今天很感謝這些 我們今天創造的一個方式就是說 我跟周圍人教授說 我們要盡可辦 然後呢 No later than Tuesday 這個東西就是你要回應社會 就不應該要這樣說吧 那我覺得我們很多的媒體記者 今天還留在這裡 就是我們能夠貢獻的 就是說在台灣這麼大的災電之後 大家願意把很多知識傳遞進去 那個人要檢討機構都要檢討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投資的薪錢在做教育 在做學術研究 社會的回應是那麼不好 這個落差也希望說以後不要這樣 讓專業能所用 當然是社會所用 不一定是政府所用 或是整個當學生所用 大概是可以從這邊看起來 機構是要反省